7月开始这个地方就是从环保署的官网 PN2.5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到 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把这三个档案格式 CSV、JSON到XML 把这些资料从他的网站上面抓下来 然后大概不外乎就怎么样 不外乎就可以把它转存到资料库 或者甚至后面JSON档 想要有个需求常见就是如何把JSON格式 因为有一些单位只提供JSON格式 他不提供CSV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把JSON直接转换成CSV 再提供给一般人使用 那这地方怎么做 最后的话就是XML 那有关CSV档 CSV档的话我们刚刚其实有做过练习 所以CSV这个部分请各位自己练习 因为这其实第一个不外乎是里面把这个档案给下载下来 然后你可以观察一下我刚刚讲的 他里面练存新档是UT8 他格式部分的话大概就长这样 其实还蛮简单的 避开第一列 他蓝会名称嘛 然后分别把资料抓一抓 然后丢一丢 其实OK的 这一题其实基本上你甚至可以套用刚刚的那个练习的这个范本 其实基本上很快就做完了 可能比较难一点的部分 大概就是JSON跟XML 所以其实这一部分我看我刚刚已经把它稍微转一下 其实基本上的话一样就是把什么 把先用那个Request跟SQL line 闪然后一样的 建一个资料库 然后建一个资料表 然后呢 蓝位的名称的话我会偷懒 反正ABCDE 反正以后如果你现在想不到名称的话 你就用这种方式 然后ABCDE 五个栏位 然后呢 什么形态呢 其实如果你也不想想到底哪个形态的话 你全部都给他存成test 对不对 其实这个有点像模拟Excel 因为Excel反正你存进去 他预设就是给你 就是基本的就是把它当文字来处理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网路上面的那个连结用get给他 然后encoding记得用UTL8 你不能用CP950 OK 如果用前一题的话 那就错 那为什么知道UTL 其实我们有另存清档 OK 另外的话Sprits也是 反斜线R 反斜线N 那为什么知道 其实也是跟刚刚的那个方法 按右键 Nornapepe++ 所以Nornapepe++ 有时候还蛮好用的 CRLF 不过有的 有些地方你会发现只有LF 如果只有LF 那就反斜线N 可能要记一下 OK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资料把它get回来 并且insert到资料库里面去 然后再把它查出来 OK 我其实把他全部写在一起 把他insert进去 然后再把它查出来 不过我发现他的官网有时候有点慢 就是写 有时候读好像无法 可能流量太大怎么样 OK 第一个所以CSV没有问题 比较会有问题的话应该是Jetson 那Jetson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刚刚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Jetson格式 你们将来要抓取资料的时候 要分析它 那怎么分析 特别之后 要分析就是你把它另存新档 存在哪里 存在下载 我已经把它存成叫PM25.Jetson 所以把它按右键 另存新档 存下来 那我是建议一样在这里 按右键 还是用Nord配++会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用什么 你如果用那个网页上 你会翻到黑白的 但是如果你用Nord配++的话 你会发现第一个 它是彩色的 不过它有个缺点 它为什么 它不会自动折航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自己去设定什么 自动换航在哪里 它没有换航 你可以帮它换航 自动换航 也要检视 自动换航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 外面是中国阿湖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这样要转型的话 你抓到这个档案的时候 第一步 你要先丢给List 外面 OK 不过你会发现 网路上有很多Jetson 外面没有中国阿湖 那你就不能直接丢个List 然后里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Dictionary 一个字典 然后一个字典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栏位名称 有没有 它前面这个叫Key 就是它的栏位名称 不过我觉得这个有点浪费空间 感觉并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Size 这个也就是一个Size 然后County 这又一个County 也就是它栏位名P25 P25 一直出现 所以你会发现 里面重复的东西在太多了 OK 那不过没办法 现在蛮流行 像这种架构的 OK 那如果说 我们要把它抓下来的话 第一步请各位练习一下 练习什么 另存新档 假设我把它当第一阶段 比较好理解是先从档案开始了解 如果我把它当档案 来处理的话 那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把它当档案处理的话 然后呢 让它输出成 一个一个的串列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一样Open 我们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 刚好就是在哪里呢 download 所以download是在这里 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 贴到这里 然后前面加个小R 底下会有个PN25的.json档案 那我把它开起来 那encoding的话呢 按右键 其实Nodepay++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方便的地方 你会发现 它这边也会显示 它的编码方式 我们用记事本的时候 是令存心档 那如果你是用Nodepay++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编码那边就可以看到 OK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说 它的编码方式是UT8 OK 然后再来的话 你追encoding要加一下 这个没加 会出错 再来的话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里 这个底下里面所有东西 通通把它读到我们的python里面 特别注意哦 因为它外面是个大瓜糊 所以如果是中瓜糊的话 是串列 所以我如果要把这个东西 读到串列里面去的话 特别注意 有个特殊的用法 用read read可是问题哦 read你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丢到串列里面去 特别注意哦 因为你用read的话 前后一定是什么 双引号 因为它读进来一定是字串 但是字串里面的话 它放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中瓜糊 开头 最后一定是中瓜糊结束 这一个什么呢 一个list 所以如果说你读进来 假设前后 会有双引号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你要把这个前后的双引号去掉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你外面哦 再加一个什么 evil的这个函数 就可以了 evil哦 其实有点像什么 把前后的就是字串符号拿掉的意思哦 OK 所以你把它拿掉之后的话 里面刚好就是一个串列 所以丢过来刚好就list的1了 有没有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list1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全部怎么样 全部 所以list1里面你会发现 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的字典 所以呢 我们可以底下可以写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 dict dict的话就有变数 就把里面所有的字典 一个一个的帮我抓出来 抓到哪里呢 抓到这里 所以for each dict in list1 我先把这个 我先一步步来 假设我print print print什么 print list1的话 执行 那你会发现 有没有 它就刚好中瓜阿虎 这个list就OK了 那它里面的话就一个一个的字典 所以我就知道 底下的话就在写for each for each dict 就是这个里面的每一个 这个字典 一个一个的帮我怎么样 丢到这个里面来 那我特别注意 因为我只需要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后面这个value 前面这个key我不要 有没有 key不要 所以我们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只需要后面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用list 然后把这个dic里面的values 这个values里面的值 丢到哪里呢 丢到list value就可以了 不过我干脆改这样 list2 这样可能会比较轻 比较感觉的出来 如果我把list2抓出来 意思是说 我不要前面的东西 我只要后面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前面东西都不见了 只留下后面的值 那我把它print给各位看 你会发现 它就留下什么 留下后面的 因为这个把它注解掉 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有点像我们刚刚练习的时候 就是list2 所以如果有list2的话 那我后面 其实就可以跟刚刚讲的csv做法一模一样 把insert into到资料库 ok 差别只有在哪个地方呢 把上面这个部分读档 改成什么 用request 读云端上面的东西 然后下来之后的话 再把它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差别在这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刚刚想的东西在 我们的第几个单元底下 ok 第几页呢 在这里 Jason 第十二页 底下这里 我刚刚讲在这里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档案先订存新档 开起来按右先订存新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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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